而ARK除了致力於全球科技的創新與發展之外 對於培養台灣後進科技人才也是不遺餘力 實施不斷地耕耘台灣學子的創意和熱情 就如同今天活動的主題 The future is in your hands ARK也期待未來科技將會在台灣學子的手中發展實現 而從2006年開始 ARK Coldorama設計大賽在今年已經邁向第五年了 參賽隊伍屢創新高 而今年各有來自北、中、南各個大專業校 一共106組的同學踴躍參加 展現了台灣學子們源源不絕的創意和熱情 而除了同學們的響應之外 今年的大賽能夠順利地進行 在這邊要非常感謝另外一個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CIC 以及協辦單位 異霸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而這106支實力強勁的隊伍長達4個月的激烈賽程之後 最後在10月28號的決賽當中 我們選出了前10強的隊伍 並且進行最後的決賽 而在這10支隊伍當中 最後脫穎而出 晶級前三名的是哪三隊呢 現在就讓我們來一起拍這段影片 所有人都都不知道 所以有一個新冠陽 我們開始拍這段影片 現在還是要拍這段影片 那麼旅程 看看我,要再拍這段影片 可以選擒 我們開始拍這段影片 我們開始拍這段影片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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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院國家晶片系統設計中心 CIC設計服務組的楊智喬課長上台 為我們來公佈第三名的得主 掌聲歡迎楊課長 那今年第三名的隊伍是可以獲得新台幣4萬元 獎金還有獎座 那現在我們請楊課長為我們公佈第三名的得主 第三名是貝索NNK 掌聲恭喜 來自台灣科技大學電子所的貝索N隊 那請往前站一步 同時我們也要請CIC養課長頒發獎盃 以及新台幣4萬元的支票給林教授 以及三位同學 我們可以看到貝索N隊 他們是以多功能智慧準獲得評審的青睞 那這個作品擁有許多貼近平常生活所需要的功能 比如說是體溫監測啊 心率測量以及手機連結等等 而這個作品的高完整度跟周邊應用性都是獲獎的主因 好 那我們同樣的一起可以留念 我們看一下中間的美女朋友 看一下中間的攝影大哥 也到美女朋友 謝謝 謝謝 日前掌聲恭喜得獎的同學 非常感謝楊課長分頒發第三名 謝謝 好 那現在請林教授先留步 以及給你另外指導的這一隊繼續受獎 也請得獎同學請先回座休息 謝謝 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台上剩下兩支隊伍了 那到底誰是亞軍呢 這個部分我們要邀請的是 義霸半導體到中華濟南亞區產品行銷經理 Jason Young為我們來公布 掌聲歡迎Jason 今天第二名的團隊可以獲得新台幣六萬元的獎金還有獎座 請Jason為我們公布第二名 在這裡要恭喜MMM Lab得到第二名 掌聲恭喜來自國立成功大學的MMM Lab隊 請同學往前站一步 請Jason們頒發獎盃還有新台幣六萬元 給黃教授還有三位同學 熱情的掌聲恭喜他們 可以看到MMM Lab對他們的作品 提供一個新穎的互動式人機界面 讓使用者可以不用直覺與數位世界進行體感的互動 而這個作品除了呈現出該對用意的創意之外 流暢的操作模式更讓所有的評審們感到驚豔 好的 現在請Jason為我們滿發六萬元的獎金 然後他們一起可以留念 謝謝 好 我們給前方的攝影大哥一個最有自信最開心的笑容 謝謝 也非常非常恭喜MMM Lab隊 謝謝 也非常謝謝Jason們公布第二名的獎項 那請同學教授先回座 也請Jason先回座 謝謝 好 那我想這冠軍花落誰家已經非常的清楚了 我們熱情的掌聲恭喜來自台灣科技大學的 貝神科科隊他們獲得了2010年 ARM Polorama設計大賽的冠軍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將特別邀請ARM全球總裁 Tutor Brown上台頒獎 掌聲歡迎Mr.Brown 掌聲歡迎Mr.Brown And please award the championship and the $100,000 貝神科科隊可以獲得獎盃還有請台幣10萬元的獎金 那貝神科科隊呢他們的國冠作品是 多功能健康管理和附件系統 使用者呢可以透過佩戴該作品量測血壓心率 並且透過藍牙方式傳達到電腦的資料簿 又可以在電腦端解釋使用者狀況 衝動用ARM MCU的功能完成度極高 獲得評審團一致的期待和肯定 I can now have photo together Thank you 好 我們一起合影留念 這次莫大的殊榮 可以從ARM全球總裁Mr.Brown來領導這個獎項 也非常恭喜 非常恭喜第一名的團隊 Mr.科科隊同學非常感謝 ARM全球總裁Mr.Brown我們頒發這個獎項 RM